这是我们马祖的野生的油菊花 大部分它生长在山坡下 所以我们有时候都是抵着寒风去山坡上栽 然后我们栽回来就是直接放在竹饼上 就是用大自然的太阳晒钢 然后今天没有太阳就是风钢 东北季风来的阴钢 然后油菊花在马祖老人家都说 以前喝就是对眼睛比较好 负干 然后清热解毒 然后我们晒干了 油菊花了 我们就是把它包成茶包的形状 然后我里面有十小包 每一小包都可以泡500到600cc一壶 就是在家里很方便的就可以泡茶喝 对 这边 这个油菊花茶呢 我们有加一些富方的香草 不管是冬天喝啊 夏天喝都很好 然后这时候新鲜的喝 那个是清新又舒服 然后配上一点笑茶也是非常好的 然后 然后 来 可以切成太多的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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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嗯 嗯